大家好,我會介紹下面一張商品 那今天會介紹的是 四代新進站的一個藍寶堅尼尾燈組 那這個尾燈組呢 這個我們來介紹一下 那當然他是這個 外型的仿造這個 藍寶堅尼的這個 牛牛的這個 尾燈 來做一個設計開發 那尤其在上台的一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有像類似像 藍寶堅尼的牛系列的這個 一個發亮燈的一個箭頭一個部分 然後呢 整體的一個設計呢 就是以它為元素 為出發點做一個設計 然後在外型的方面 我們來說明一下 外型的方面呢 一樣跟原廠是屬於相同的 類似的一個方式 在燈殼的外面的整體造型 那跟原廠都是有異曲同工的效果 基本上看起來是一樣的 但是我相信後面的這個燈殼 是另外在開模作的 那現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尾燈殼貼片 那是否跟一般對應原廠一個尾燈殼貼片的一個密合度呢 這個可能要去試試看 那但是以這個顏色來說呢 這個外型來說 基本款的架構之下 看起來都不是什麼很大的問題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外殼的方面 外殼方面我們看到 它也是採取這個 熏黑燈殼的一個做法 熏黑燈殼在這幾年是非常的流行 早期呢會有一些像透明燈殼啊 或是像一些其他顏色的燈殼也是蠻受歡迎 那在這幾年呢 慢慢的就變成了說 還是以熏黑燈殼為一個主軸 那畢竟原廠很多設置出來 也是熏黑燈殼的一個設計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呢 就是在內裡面的 裡面內部的一個燈殼的系列 那我們透過影片來稍微看仔細一下 在內部燈殼的部分呢 這款藍寶建立尾燈呢 也是用這個熏黑燈殼來做一個處理 然後畢竟呢 熏黑燈殼在整體的外觀上 那搭配各種車的外殼 不管是像目前各位所看到的一個紫色 或是說像黃色、黑色、紅色等等 基本上全部黑色都是白搭 所以在這一方面呢 會比較漂亮 那側邊呢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側邊的一個外型呢 跟原廠看起來呢 是一樣的 一樣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再購買一些 譬如說燈殼的一些貼片 來做一個保護 那不管是要讓它更 更黑 或是說像 目前啊 有出一些像 螢光啊 或是螢光粉紅啊 像EPIC就有出這個 那基本上呢 上去也是有另外一番的這種味道 好 那我們現在把燈打開看看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這一排呢 就是一個類似 燈寶建立一個尾燈的一個造型 那中間一個有一個 Ramborghini的 就這個 英文字 那按一下煞車燈 好 煞車燈按起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下方跟原廠相同的一個部分 它會亮起 那上半部的這個 冰寶建立的這個箭頭的這個造型 這個光燈的部分呢 它會呈現這個 箭頭的方式會亮起來 好的 那我們開小燈 好 小燈開啟之後呢 其實在這個部分呢 是做一個七彩的變色 那藉由這個 開關 那就可以來做變色 那附帶說明一下喔 這一組的 這台車子呢 是六代改五旗的一個開關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呢 會有一點點 會與正常 五旗的部分 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正常的一個 五旗的這個開關上 有點不一樣 但是其實 影響微乎其微 根本不大 好 我們來切換一下一個顏色 好 目前各位所看到的是有紅色 綠色的一個部分 綠色的一個部分 藍色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類似蘋果綠的一個部分 好 這個是粉紅色 也類似紫色的一個部分 好 這個是一個冰藍的部分 好 那這個是白色的一個部分 好 那又回歸到一個紅色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打方向燈的部分 那特別說明一下喔 這個車主 它的方向燈有安裝這個 白色的方向燈 那我們剛剛說到這個六旗改五旗 在這個部分呢 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如果說六旗改五旗的開關的話 那一般閃爍起來 是方向燈會亮 但是這個部分 就不會成為跑馬燈了 它會持續變成亮黃色 但是如果你是正五旗的四代金銀站 那這個地方就會呈現一個跑馬的狀態 那基本上呢 是不太會 基本上算是一點點的一個小小的不一樣 所以呢 這個見仁見智 那有些車友呢 那完全不在乎 那畢竟下面有方向燈 還是會閃爍 那像下面的方向燈的部分呢 顏色 當然這個車主更換的是 L1D白色 那當然你也可以換 變成其他的顏色 那我們看另外一邊 一樣 剛開啟那一瞬間呢 我們好 關掉再重開一次 看開啟那一瞬間 一瞬間有沒有 它就會變成跑馬的 橘色的一個部分 那方向燈一樣是屬於這個閃爍 那當然如果說你方向燈是改黃色的 然後 那就變成下面黃色的部分會做一個閃爍 那基本上呢 這個 如果是一個這個 如果你是一個五旗標準的話 那上面也會呈現一個整個流水的一個跑馬燈的一個狀況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按一下煞車看看 好 我們看得到齁 在發燈閃爍的時候 按煞車呢 是不會去影響到 OK 喜歡朋友們可以參考我看看 或到麥可掌控街的精品來做一個選購 那各式各樣的一個後燈組 不管是 藍寶 堅尼 野馬 奧斯頓 馬丁 那或者是像有一些現在最新的 那不管是像Coso的 或是說像這個 RK5啊 等等的這個部分 那麥可掌控街的精品 我們全部都有享受 喜歡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